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个美国非常不寻常的卖酒的商店 我现在进到了这个卖酒的商店 给大家环绕一周看一看 这个商店这么大只卖酒,别的什么都不卖 这个酒店最不寻常的是 这个酒店是州政府拥有的 按中国的说法可以说是国营商店 这个酒店属于新汉布什尔州 这个州没有消费罪 所以其他州的人都来这个州来买酒 州里有68家州政府经营的这样的酒店 这一排全是福特加酒 各种各样的 世界各个国家进口来的福特加酒 一直到这边全是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两款比较常见的福特加酒 这个是福特加1.75L的大瓶 24.99L一瓶 感觉特别便宜 这是另外一种福特加酒 这是另外一种福特加酒 也是1.75L的大瓶 44.99L一瓶 这一块是 Jungie Walker 有红瓶的 有黑瓶的 这个是双黑 43.99L一瓶的 这个红瓶的Jungie Walker 29.99L一瓶 1.75L 感觉从来没这么便宜过 买一瓶 这边也还是威士忌 给你看一看 各种各样的 这个是加拿大的威士忌 Crown Royal 41.99L 1.75L的大瓶 这个是人头马 威士忌 也是大瓶 1.75L 109.99L 法国产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 美国的威士忌 金瓶 1.75L的大瓶 23.99L 这个是美国的威士忌 Jack Daniel 1.75L 39.99L 这是另外一种 很出名的威士忌 57.99L一瓶 是1.75L的大瓶 这边是葡萄酒区域 都是按产地 标牌的 你看这边是意大利 红酒 这边呢 有德国 奥地利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西班牙 以色列 葡萄牙 各个国家的红酒 这边呢 全是法国的红酒 我们看一看 前面也是法国的红酒 这边也是法国的红酒 法国的红酒 最便宜的6块钱一瓶 最贵的上千块钱一瓶 这一排是意大利红酒 给大家看一看 一般来说 十几块 二十块 三十块的都有 贵的也有几百块的 这个厨子是比较贵的红酒 是锁起来的 基本上都是几百美金 有的 你像这个 这个比较贵 贵的 1571.49L一瓶 这些都1000多一瓶 这边便宜点的四五百 这边呢 这个里边最便宜的应该200块钱 上面有100块钱的 这个是厨子里的储藏的酒 这个比较贵 大家看一看 我看了一下这边 比较贵的酒 例如这个 3400一瓶 3400美金 这个是最便宜的法国红酒 6.99一瓶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红酒 大瓶是1.5升 差不多十几块钱 这个12.99 这个16.99 这边这一种呢 13.99 这个1.5升的意大利红酒 Painor 10.55美金 一大瓶 这一排是加州 红葡萄酒 这个红葡萄酒呢 是和 种类划分的 比如这边是Painor 这边呢 是另外两种 不同的红葡萄酒 加州的葡萄酒 也是各个价位都有 有便宜有贵的 这个是甜的红葡萄酒 1.5升大瓶 8.99 挺好喝的 这边是日本的清酒 有几种清酒 这个清酒5.99 应该是美国产的 这边是白酒 基本上都是日本的白酒 也有台湾的 这个就是台湾的白酒 没有看到中国产白酒 这么大一个店 没有中国的白酒 必须给差评 也有一点 有点 有点 感谢观看